请卡洞台风来袭 在北北基夷政府宣布放台风假 不过桃园市却是要正常上班上课 也掀起了网路上的讨论 今天实际出门的学生跟摊商们 大多表示是可以接受市府的决定 桃园市长张善政则表示 桃园的风雨并没有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 还是要必须依照科学的依据 卡洞台风逼近台湾 路数被风吹得大力摇晃 但桃园市学生在校门口前等着要去上课 北北基夷政府都在三号宣布放台风假 但平时属于同意生活圈的桃园市 却要上班上课 让许多网友表示不满 认为说好的北北基头头目呢 而三号一早实际询问出门上班上课的桃园市民 没有台风假怎么看 无风无雨没有放假就正确了 我的看法是依据天气的状况 跟那个没有同步的话 我是没有很在意 由于依照桃园风雨的确没有达到标准 因此虽然大多数人喜欢放假 但是对于市府依照气象局预测决定上班上课 在科学数据以及实际天候证明下 还是乖乖卷起衣袖上班上学干活去 记者林珠强桃园报道 北北基桃原本说好是采贡是绝的 但这次呢唯独是桃园市不同调 在今天依旧是正常上班上课 也让大B的网友涌入市长张善政的脸书留言说 说好的同步呢 甚至在维基百科上还被人改名叫做张善变 网路上骂声一片 反观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脸书上呢 被网友狂赞是地表最帅的市长 在今天更有网友质疑说 桃园的风力明明比台北大 说这叫不服标准吗 他弄台风来袭台北13号停止上班上课 但市长当然不能休息 一早亲自坐证灾害应变中心 了解北市各区的灾损状况 阳明山的阵风可能来到11级 内湖都可能到8级 越谷傍晚到入夜后风雨更强 讲完紧盯台风动态 而前一晚8点 脸书霸气宣布停班课后 大批网友纷纷留言 称赞他是地表最帅市长 立刻被圈粉 又帅又会放假 但反观桃园市和北北基脱钩 得照常上班课 不到12小时 张善善脸书涌入2万个怒 还有超过4000则留言 有人要市长自己骑车上班看看 说好的北北基桃同步呢 还有人讽刺 要不要改名叫张善变 完全两样情 都很帅 做这种决定 我想心里面都是相当大的压力 很庆幸说至少昨天 深夜到今天早上为止 风跟雨都没有很危险 但桃园民众质疑 上半天风力预测桃园 甚至比台北大 这较没符合放假标准吗 另外仔细看新北市发布的停班课资讯 只写到经北北基共识 没有桃园 台北更没提到其他县市 难道四市共识绝第二次就破功 相关的风势雨量 有没有达到标准 以及考量到共同生活圈 我们还是维持 邻近县市大家共同讨论 迅向日预报 至少今天是不会有 达到停班的标准 持续共同讨论 但未必会做一致决策 要不要放假 台风政治学 也是每位首长的必首可 记者黄美娃 未尊台报道 北北京一一次县市 今天放台风假 上午有不少民众 看着风雨还没有变大 涌入了KTV跟电影院 还有民众在网路上哀嚎说 KTV的包厢定不到位置了 各家的业者也都显示是客买 跟有宜兰地区的大学生 北上在KTV里面躲风雨 至于电影院 买票人潮也不少 倒是百货商场 有别于以往 在昨天前一晚就快速决定 宣布停业 忘情的开唱 如果不含咖 两位来自宜兰的大学生 恐怕还能再唱个三天三夜 北北京一四县市 三号放台风假 结果放假人潮涌进 KTV包厢大爆满 烧虾了 宜兰雨太大了 我们来躲雨 真的是青春不怕雨淋 风雨交不息想唱歌的心 不少民众抢在前一晚 宣布放台风假的那一刻 就强定包厢 有人抢不到 干脆转移阵地 把目标转向 邻近没有放台风假的桃园市 有网友发现 桃园KTV的包厢没有满 直接改定桃园 不止唱歌人潮多 这边也是挤满人 排队买电影票 台北市部分引称 员工没放台风假 白天还是正常营业 我们想看很久 都没时间来看 就想说开放一天 这样蛮开心的 行程基本上不是delay 就是取消 所以就带家人来看电影 OK OK 今天看哪部 今天看那个巴比 就连政治人物都把握时机 来看最新强档片 不过有网友也好奇 台风假有苦命上班的员工 不知道交通有没有补助 另外劳动局也提醒 外送平台应该通知外送员 要停止外送服务 就是禁止在执行一些外送作业 他们必须要在网上上链 就是要公告 如果外送平台业者 没有依照这个规定 那我们发现了 我们就会依照知识条例的规定 出2到10万个罚款 不少民众还是趁着风雨 较小时外出 只是台风越晚越逼近 民众得做好防台准备 台风来袭 昨天晚上在卖场 就涌现了强买的人潮 有民众甚至还跑了两三间 才顺利买到台风天需要的物资 而在今天一早 来看到在台北市的冰江市场 同样也出现台买人潮 有业者就表示 人潮比过往大概多了两到三成 至于大家很关心的菜价 有业者说 因为上周杜苏瑞 台风的关系 现在菜价其实都还在高点 其中青江菜上个礼拜一公斤 30元涨到了56.2元 涨幅高达8成7 国菜市场一早涌现人潮 民众担心台风来袭 会连带影响菜价 赶紧前来采买 有比较贵一点 然后菜量也比较少 民众买菜很有感 而根据农产品批发市场 交易行情站的价格显示 和上周7月27号相比 以台北第二市场来看 颗白菜的价格 从原本一公斤28.4元 涨到43.9元 红线菜则从一公斤30.9元 涨到56.2元 涨幅约8成1 另外青江菜也从一公斤30元 涨到56.2元 涨幅高达8成7 而批发市场的业者表示 因为上周杜苏瑞台风影响后 目前蔬菜的价格还在高点 今天算起来的话 有一些菜的品质上 是因为上个礼拜台风的影响 品质上有稍微比较差 镜头来到超市卖场 二号晚间县市政府公布 北北基宜兰停班停客后 就涌现采买人潮 一路从收银台排到 几乎看不见镜头 还有民众表示 跑了两三间才顺利买到 走去另外一家 结果更夸张 我还没有进到那个门口 我就已经先看到那个 排队的那个人潮了 我原地放弃 民众抢购也让货架上空了一大半 三号一早 卖场业者赶紧补货 等一下就看看 有没有什么冷冻食品啊 比较耐放的这些东西啊 根据各大卖场 加勒服 叶菜类备货量增加三倍 大润发 叶菜类 鱼衣等商品 更祭出特价 全联也增加蔬果备货量 而在超商方面 包括7-11泡面 冷冻品 罐头等 在重点商圈备货量也增加一倍以上 全家则是依商圈别不同进行调整 预估微波食品 泡面 零食 雨具等 销售将成倍数成长 台风天民众抢买业者也做好准备 接着继续领域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